大家好 讲座进行到现在呢 陶海星老师已经对书法的现状和未来 做了非常精彩的阐述 我想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借此机会 一睹陶老师的经典佳作 他的一些被拍卖被收藏的书法艺术精品 接下来呢 陶海星老师就将为大家展示一部分 他的代表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 我把我的一些作品在这个屏幕上介绍一下 做一个给大家一个直观的讲解 就是演示吧 好 所谓的经典样式 这是2009年 我用大传写的独立宣言 它的艺术形式是中国3000年前的文字 它的内容是美国的独立宣言 而且它是用的文言文的版本 那么这个的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 这是2009年 那么这种经典的样式 这个我很荣幸成为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书法作品 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韩国的 我很荣幸的成为一个唯一活着的人 就是说其他的这个书法都是古代的书法作品 大家看一下这 这就是书法的经典样式 但也和绘画有一定的相关性 这个 这么放开 这个是这样 这个是我 这个从宋朝开始到明朝呢 就是绘画和书法的结合呢 有一种形式叫做 叫做书画合璧 这是我在北京跟荣宝斋销售我作品的时候 他荣宝斋的老经理跟我说 书法和绘画这种高度结合的这种性质 到了明朝以后就逐步就少了 你能不能探索一下 所以我呢 后来 这幅作品是诸葛亮的出师表 这是挂在上一任中国政府总理的办公室的 他是邀请我给他画一个诸葛亮 这个是局部 上边还有很长的一段 用大传写的出师表 这是一个传统的经典的方法 就是说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绘画和书法在一块结合 这种形式的探索 还有两幅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中国民众最喜欢的心经和 关世英菩萨的这种书画合璧的这样一种作品 这个是在保利拍卖的 这是白菩萨的琵琶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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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再后来呢 我对这个绘画性的 和书法结合的探索 这个算了一个 我在这个洛杉矶一直在 做一个生肖展 每年生肖一些作品 这个是叫做五福灵门图 画了五个小鸡 五福灵门 我直接把 我直接把甲骨文的门字写到这 从形式上是一种 绘画和书法的 结合 这是一些初步的探索吧 这个也是 还蛮受 大家喜欢的 同样的作品有一个 看一下这幅 这也是我生肖基年的作品 这个是 这个叫做 六顺通达 鸡年吉祥 八个字像对联一样 但是画了六个水墨小鸡 在这个像 这个是受什么启发呢 受那个 那个 汉汉代那个 前陵那边那个墓 汉代的时候那些大的石雕的群像 人走过去以后就是一种感觉 人在很大的石人石马中间走 我是画了水墨的六个小鸡和这个中顶纹的字 放到一块 这个是上海的一个收藏家去 收藏了 他们比较喜欢 就是说我是在讲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能不能我们有一种可能性在探索 书法不一定就一定要写成白纸黑字 这个是 也是在寻找绘画性表达 江山如画 江山如画我写出来以后呢 我突然想到那个地质的等高线 就是从卫星上往下看 山都是一层一层的 海也是一层一层的 所以我把江山如画的背景就处理成了 卫星上俯瞰下来的等高线 所以这个作品 然后呢 书法是要盖印的 我把那个红印 嵌在了我的名字里边了 所以就是说 书法的传统元素在 而且我仍然在表达汉字 所以这是一种 也可以说是一种摸索 摸索 那么这幅作品完成以后呢 我就又觉得这幅作品 也有一些 特别我有几个朋友 女孩子 她们喜欢这个 我写了个花样年华 好像在这个 花丛中的四个字一样 那么既然它是暖调子红色的 我把盖印的这个印就放了个绿色 放到后边 它起到了印章的这种美学的感觉 但是它是另外一个颜色 在那点了一下 这就是从审美上把中国书法的一些元素放进来 在这个同时呢 我自己创造了一种叫趁金书法 就是这个书法作品 我拿泥巾把它填满 所以它比较视觉上金碧辉煌 在很多这个收藏家觉得这样一个作品挂在家里 比较和它现代装修比较和谐 这是一个这个这个唐诗的这个 现代表达吧 算现代表达 这时候呢 还在摸索一种 这种 就是好像组合式的表达 真正的 真正的比较彻底的 这种用古文字来作为一种绘画形式的表达是这些作品 2017年我收到意大利米兰达芬奇博物馆的邀请函 他们要主举办一个全球性的展览 他他们的口号是回到达芬奇时代 艺术和科学的时代 他们之所以邀请我的原因是说发现我是学理工歌的 又在搞艺术 那么后来我就画了两幅作品 这个是我真正拿甲骨文来作绘画性表达的 那么这个是个艺术的意识 是一个女生在栽树 一个女性在栽树 这是一个甲骨文的艺术的意识 旁边我的签名 陶海星的Initial 就是THX 我就是经常拿这个签名来 感谢大家 这个这是艺术 它是暖色的 它是热情的 那么同时第二幅作品 一块去展览的 这个是寻找的寻 就甲骨文的寻找的寻 是一个手去丈量那个床垫子 这个作品呢 是杜梁恒最早的产生 所以它代表了科学 所以它是理性的 是冷静的 用的冷色 这两幅作品呢 这个 在意大利米兰展出的时候 米兰电视台 选了六个画家 三十个画家参加这个展览 选了六个画家 做专题节目 第一个介绍的就是 这两幅作品 我在这儿不是讲 我有多么能耐 我是讲我们的甲骨文 我们的这个这个文字宝库啊 确实是太太值得去开决了 好 看这个 这是油画的表达 这是四个字 自以为是 这是我的座右铭 也是大家能看到我微信里头 我的头像就是自以为是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上小学的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在语文老师念错字了 我就不知身前的举手 说老师你读错了 老师大怒 说陶海鑫 你这个孩子最大的毛病 就是自以为是 所以我后来一直到工作多年 就努力的要克服 这个自以为是的缺点 后来我觉得搞艺术了 那就得自以为是 所以我把这个字 用油画的方式写出来 成了我的一个座右铭了 这个叫自以为是 中间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么这些作品 我叫做红墙系列 都是在探索这个 一种现代方式的表达 这个是龙马精神四个甲骨文 它通过这种构成学的原理 使得画面里头成为一种线条的表达 就是书法的这种美学 放到油画里边 能不能成立 这是一种实验 这类作品 我叫红墙系列 这个在这个欧美的收藏家中 这个收藏家中呢 非常受欢迎 他们不太 他们不认识中文 但是他们喜欢 这是这个作品 好 下来讲一个 这个和某些商业上的一些试验 这个 这是我把 我在好多年前 国内有个出版社 出了一本书 他那个生肖 我给他写了12个字 后来呢 有一个企业家 看上一颗 把我这12个字呢 拿来 现在做了一个 就叫 我叫做 他叫做版权的这个 版权的合作吧 这个 这个现在呢 这是我在电脑里做完的东西 那么他 这个应用在哪了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在Amazon上 现在能买到的 他的一种新产品 彩色的刀 什么面包刀啊 什么各种刀 有些收藏的人挺喜欢 他通过那个表可以找见 自己是哪一年生的 数什么 一共12把刀 这是他那个 他们做的广告 这个是我从Amazon上的截图 都是一种尝试 也是据说有些老美喜欢 这个刀的系列 我觉得这样的话 也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 汉字书法和艺术 也算也算有点 有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就是作为一种 给大家汇报和分享 我的一些想法和在艺术上的一种探索 我主要总结性的呢 想说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说 这个汉字书法 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艺术的宝贝 一种非常好的艺术形式 甚至可以说艺术形式里头的这个皇冠上的明珠 有人这么称他 因为他就是很简单 拿线条来表达汉字 表达情感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这么一种艺术实践 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弘扬 这是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就是说 这种学习和弘扬的过程呢 一定要尊重经典 一定要从经典出发 一定要把老祖宗留下那些 起码你说你写凯书 你阎欧照柳都没领 没有好好领写 那么从甲骨文到这个经文 大传小传 历书楷书行书草书 你都没有一个综合的学习 你怎么表达 所以一定要经常性的刻苦去练习 就像这个就像唱戏的吊嗓子 五声压腿 体操运动员天天翻跟头 要这么去练习 才能把这个技术拿到手 这是要说的第二句话 要尊重经典 要 要 要这个 在 古人和经典面前呢 吊示 就要真心的成为一个小学生 而不是狂妄自大的认为 我可以创新 我这个创新口号讲的满天想 我们已经超越古人了 这个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第三句话是要说的是 一定要解放思想 探索 探索书法这种古老艺术 可能的表达 这个 根据你的个性 你的学识 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 让 读者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来 这是我 对我刚才的这个 讲的一个小节总结 谢谢大家 在那边 解放入 中文字幕提供